记者张经亚台中报道,位于台中市东区复兴路四段上的台铁宿舍因缺乏管理,被游民占据,两年发生五期火灾,最近一个月更发生二期火灾,成为公安隐忧。 多位市议员今日在议会质询时要求市府应有积极作为,甚至极有容积一转,以第一地联合开发等方式,取得开发主导权,市长林嘉隆表示,已只是副市长林林三召集会议,与台铁协调,并确保不再发生火灾。 议员郑工进表示,这时其户台铁宿舍不具文资身份,以致文资处一情不能管,一礼不能编,一法不能接,仅能要求台铁加强管理,而无财阀的法源基础,建议市府成立专案小组,并邀台铁参加,彻底解决台铁宿舍公安问题。 议员将赵国指出,台铁计划将这处速射采BOT方式改建为大楼,但此举将与周边的铁道文化园区静观不搭,他认为市府可与台铁协调,透过容积一转,以第一地联合开发等方式,由市府取得开发主导权。 议员李中则说,林家龙在2016年12月曾表示将成立信托基金,以保存文化资产,如果一年办过去了,信托基金在哪里? 议员严立敏更指出,自2000年以来,台中历史建物发生重大火灾案件至少12件以上,外界戏称历史建物都有超自然现象, 市府对保存文化资产的态度被动,为尽到督管责任。 林家龙表示,因台铁管理不当数次造成火灾,可能危及周遭市民安全与财产, 他已指示副市长林林三召集会议,与台铁协调,要求在BOT前务必做好安全工作, 确保不再发生火灾,对于不具文资身份的建物,会请台铁尽速拆除或清理。 另外,他希望能处分部分地费的,以成立文资保存信托基金。 市府正在研议中,文化局长王志诚指出,台铁宿舍群虽不具文资身份, 但做了土地数历史建筑台中火车站附属设施及建筑群内, 由台铁台中公务段管理,市府为强化公共安全及文资保存, 除请管理单位加强维护外,也会请警察局加强巡逻、消防、兜发、文资等相关单位将不定期巡视, 抽查维护管理清醒。